一个变态食人魔的家里可以藏下多少具尸体 其中的过程就连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很变态 警方在杰夫家的冰箱里发现了一个成年男性的头 紧接着在冷冻柜发现了一颗心脏 和一名成年男性的那个X 又在卧室里找到了一颗干净的头骨 以及几个纸壳箱子的骨头 除此之外还有一具完整的骨骼和一些已经风干的皮 更变态的是他们在卧室的蓝色水桶里 找到了几具被酸性溶液腐蚀到残缺不全的躯干 最后在警方不断地拼凑下去不完全统计 在杰夫的家中总共发现了15具黑人男性的尸体 经过调查 杰夫不仅是在家里将这些人给残忍分尸了 他还使用了其中某些比较美味的部位 可能杰夫是想换一种生活 或者是觉得一直没人发现太无趣了 在被抓捕后杰夫并没有反抗 甚至还放弃了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所以警方问出了所有人都会疑问的问题 杰夫回忆起童年 原来这一切都源自于杰夫童年的经历 小时候杰夫的父亲因为工作忙碌 常年不回家 母亲则是终日沉浸在吃药的日子 并且一旦父亲回家那两人 必是会有一番争吵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大胆出手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真正的导火索 真正的原因是一次家里地下室的发现 家里突然传来的恶丑 让父亲怀疑地下室有动物的尸体 于是便带着小杰夫把尸体给掏了出来 可小杰夫看到这具尸体 不仅是没有害怕甚至还伸手触摸了一下 父亲看到儿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于是经常带着小杰夫去马路上 寻找被车撞死的小动物 并且之后还会将它们带回家里 给小杰夫演示一下动物的内部结构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高中 第一次上生物解剖课的杰夫异常兴奋 终于可以是自己动手了 甚至结束后还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杰夫找到老师想带一只回家继续练习 可老师活了四十多年 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求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杰夫的父母在长年的矛盾下 终于是拨不下去了 两人选择了离婚各自生活 母亲带着杰夫的弟弟离开了这个家 而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长年不在家 于是无聊的杰夫继续解剖小动物 然而现在小动物并不能满足杰夫的变态心理 这次他决定要找个人回来试一下